我們現在在內湖的Costco 我們一進來有看到電視在播一個東西 這是Costco的創意料理廚房 他教你 消費者來做菜 我們就在現場拍攝 有沒有空可以看一看 他內容還蠻豐富的 對 這個是我最愛的素質 世界別為我擔心 Costco也賣黃金飾品 真的是讓我看了眼界 有沒有人買過 他們的價錢比較甜嗎 Chanel 可能一個假的 鐵做的或不鏽鋼 也要7萬多 那就是純淇淋 大家還是買這個比較保值 對啊 純淇淋 好 那可以用 回台沒有病 也要買點日藥 帶回英國以備不時之需 要先在旁邊的送迎台結帳 塞車呢 塞車 因為清明廉價 而且外面又下雨 所以大家都跑來大賣場 躲雨順便逛街 好可愛 好可愛 有新歡嗎 太女了啦 太女了 它沒有比較用啊 APP 我說APP 他說APP 是APP 你講 就是APP 是APP嗎 是APP 對 它這個APP很好用 然後呢 很好用 然後 後面就是 它的這一台 就是 你看從這個 它有一個好事 在這邊 然後你看它介紹了 它那個露營車 進行露營去 你看我們現場 就在這裡 就是這一台 好用喔 它這個APP很好用 哇 這個顏色非常的春天 那產地是哪裡 春季限定 嗯哼 那櫻花 原產地是美國啦 那也是 它就寫Arabica 它為什麼 它又日文又韓文 哈哈 對啊 你看這邊寫韓文 蛤 然後這一邊是日文 你看它就是 主打亞都市場 尤其是台日韓 嗯 它上去 看我記得這個味道 是重的 這個也蠻好看 是Peter Rabbit 好漂亮 好可愛喔 對啊 而且它這個包裝真的太可愛了 Peter Rabbit 而且很有那種Easter的花魂味道 你剛剛那個牌子沒聽過 對 人太多了 被車燥 人是老子 哈哈 這是Peter Rabbit的牌子啊 沒有它就做傳統的 不知道欸 是Peter Rabbit的牌子嗎 Peter Rabbit怎麼會有產茶呢 不知道欸 它應該是產地是英國吧 產地是薛蘭卡 好 OK好 不過是不是太可愛了 彼得祝德 那嚴重說它怎麼會有產茶 Peter Rabbit 這個市場才有 所以 絕對在英國的Costco找不到的 我們要去找牛棒 不是 我們要去找山藥 Costco在賣山藥 Costco的山藥最划算 又大又便宜 來Costco 台灣的Costco 大部分人都會來買 沙拉 這個沙拉特別好吃 口味也多 什麼類 泰式的又一般美式的沙拉 蝦子就超大隻 然後另外一邊 除了沙拉之外 還有豬腳也一樣 像 對啊 媽的話一定會 他們的烤雞也非常受歡迎 要提醒的是 很多人在慌亂中要買全雞 結果卻買大雞腿回家 拿的時候要檢查一下喔 看這種料理包好方便喔 這有紅燒牛肉 還有泰式綠咖哩 麻婆豆腐 這是泰式打拋風味豬 還有烏魚子耶 雞肉丸 黑蒜 黑蒜雞湯 日式叉燒 黑蒜雞湯 黑蒜雞湯 日式叉燒 黑蒜雞湯 日式叉燒 牛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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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牛腱呢 如果自己煮的話 煮很久 但是這個的話 非常方便的 料理包 739 韓式年糕 部隊鍋 韓式年糕 部隊鍋 這是什麼 XO 海鮮炒飯 那住台灣來這邊放 都不用自己下廚 煮晚餐了 應有盡有 韓式的也好 或者是日本的 就是裡面這個有 日本北海道干貝 但它的豬肉 冤產地是台灣 再加上台灣自製的 XO醬 麻油雞飯 酸菜白肉鍋 日式雞濃湯拉麵 東北酸白菜鍋 東北酸白菜鍋 我覺得那種 台灣這種很方便的 很多那種已經煮好的 料理鍋 你只要在家裡加熱就好了 對啊 這幾年多 有很多已經備好的 這種料理包啊 或者是一整 給四五個人吃的 這一種做好的 現成料理 你回家再加個熱 用熱水煮一下 就可以馬上吃了 這個跟疫情有關係嗎 有啊 有啊 這幾年一樣也是 就大家 即便台灣的疫情控制的蠻好 可是 可以選擇的話 大家還是習慣 在家裡吃 嗯 那 Costco他們也就是 應變的話 開始做好 一整 一整碗 大碗 或者是 一整盒已經備好的料 你回家只要加熱 熱水煮 就可以馬上吃了 就是 以防萬一 如果說 真的 要封城 或什麼的話 那在家裡有一點冷藏食品的話 也是蠻方便的 對 算是疫情之下 出來的新的產品 你知道老學生 不是只有郭富城喔 老學生 哇 很方便耶 老學生跟郭富城有什麼關係 他是代言人 喔 抱歉 OK 這個好特別喔 這個 你看這是新的東西 對耶 英梅洛神雪花酥 看這個 看他什麼都想買 不是說要結帳了嗎 英梅洛神乾作 不是說要結帳了 怎麼還一直買 買不完耶你 對啊這個 好啦 他可能 還是有點太甜 因為他外面是有糖酥 糖霜一層 你是 送回去的 就是經常的 你要好不好 Temptation 你看結帳 如果我是住台灣的話 我會 很好買 因為就不用顧慮說 買這個 會不會吃不完啊 然後待在台灣 只有多少時間 或是說 如果吃不完的話 是不是 可不可以兜著走 帶回英國 那你知道 空運的這個 限重 其實現在 蠻好的 我這次坐華航是30公斤 嗯 不過很容易很容易 如果待一段時間 邊住邊買的話 30公斤其實 一下子就超重了 超重啊 超重啊 超越的誘惑了 真的 我真的蠻不滿 台灣的Costco 真的是很好買 尤其對華人來講 全國性可以好 因為畢竟也比較適合 我們的文化 對 即便我住在國外 已經超過30年 早就已經超過 人生一半的光陰 但是童年 和年輕時的口味 卻牢牢根深蒂固 烘刃多變的東方食物 再怎麼樣 還是比較合胃口 我小時候很常吃的 北海水魚巷 它這個很大包 但是沒有仔細看 它這個是三板的 我自己是覺得說 它口味好像有一點點變 覺得現在的麵層味 好像比較重 你們有這樣覺得嗎 有沒有人也是有同樣的感覺 會不會留言告訴我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你喜歡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麻煩你訂閱 分享 按讚 哈哈哈哈 他就摔下去了 拜拜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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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